VBA它裡面的固定規則 所以這個可能規則你們也稍微要知道一下 for i 是變數 範圍從哪裡到哪裡 那以後如果你要寫別的地方 你就拿這個來更改 把數字改一下也可以 NAS 所以一定會在這邊 打完之後按兩下Enter 在下面加一個NAS 然後你可以把剛剛打的這一行 搬到上面來 記得我習慣這樣 這個這個一對 中間東西請你按一個TAB鍵 縮排 為什麼要縮排 因為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有頭有尾 這樣就一目瞭然 有頭有尾 這樣子的話 你一看就知道你少什麼 程式就比較不會出錯 千萬不要像 就是說有些同學比較急就張 全部打在同一個地方 那其實說真的自己看也痛苦 其實我幫他找問題也痛苦 所以通常 程式寫越多的時候 一定格外要注意一下說 到底你有沒有縮排 因為縮排馬上看出錯誤 那第二個就是說 比較重要是請加上註解吧 那註解怎麼打 單引號 第一步 可能打一個什麼 自己隨便打一些好了 回圈範圍 範圍 OK 然後 第二步就是 清除 也許就是什麼 清除資料 好 有沒有發現 註解一定是 單引號開圖 後面的話呢 也許你是加上什麼 第一個什麼 第二個什麼 我的習慣是這樣 也許你不見得一定要完全照我的 但是我是提供給你一個準則 第一個請記住一定要縮排 第二個請注意呢 盡可能的有時間加註解 這個註解是寫給你自己看的 或者寫給你自己的未來看的 因為你即將會忘記 到底你寫了什麼 因為你寫完你怎麼 對不對 很多人 尤其這種東西 我看 尤其你的大腦應該抗拒得更厲害 現在應該是很抗拒 所以你會發現你上完這個課 腦筋會比較空一點 整個好像用了很多力氣 再理解一個你完全沒辦法理解的東西 可是你又慢慢感覺好像你越來越能夠理解 這個時候你的腦袋的消耗 就會消耗得非常快速 所以會覺得很疲倦 像以前我每天在寫程 剛開始在寫程的時候 每天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都非常疲倦 回家之後一躺下就睡著 其實身體並沒有疲倦 但是腦袋非常疲倦 為什麼 因為用很多腦 那實際上這個地方也是好處 也是好事 因為至少可以確保以後可能得阿滋海 或者是什麼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縮牌加上一個註解 這個是必要的 然後再來怎麼樣 執行它 執行下去 OK 油標記得放這邊 看一下 沒跑 為什麼 因為油標沒放中間 再一次 又沒跑 為什麼 問題出在哪裡 對 沒改成I 它一直都是4 所以今天改成I 這樣就好了 所以有的時候 對啊 有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 你要特別知道 寫程式需要一個很專心的環境 所以盡可能不要被干擾 OK 執行一下 全部空了 有沒有 它就把140到140的東西都把它清空了 對不對 再來我們需要一個什麼 需要一個就是 那個 什麼 把東西放進去 所以 需要再插入一個程序 叫什麼 叫門號好了 可是其實 我的習慣是這樣 你不用再插 因為其他結構都一樣 差別只是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範圍 Ctrl C 先貼到底下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可以改成門號 它只差別就是說 名稱不同 門號 對不對 再來就是說 輸出它是輸出空的 可是我們要輸出有的東西 那有的東西 怎麼把它表示 我這邊敘述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 一樣把它稍微縮小一些些 然後呢 我輸出什麼 輸出09 如果你這樣輸出的話 執行 全部都是09 應該是09 可是你為什麼只有一個9 因為 它輸出的 它會自動以為它是數字 所以把0去掉了 後面加上什麼 AND 特別注意 在Excel裡面 是AND沒有加空白 可是VBA一定要加空白 所以空白AND 前後都要加空白 AND什麼 AND